然后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包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包说 叶子变黄都掉了 还有几个枝条都有点抽抽了 是什么原因 我看了一下臭包 你像养花 你不论是我们大棚里边还是家里边人好 一定要注意个底 就是花盆不要太深 一定要排水透气 你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植物你想要那长根 最好的生根剂就是氧气 最舒服的一个养花方式 就是让它干湿循环 就跟人一样 每回吃饭之前都能感觉到饿才是最爽的 如果说你没有饥饿感 说明身体是出问题了 还有一个就像正常人来说 你要吃白米饭或者白馒头能够正常的吃 就是不吃任何东西的话 这胃口说明好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的话 你要保证你这个盆土的排水透气性 然后浇水可以浇清水 适当的时候用肥 你要人一个月是吃90顿饭 植物一个月它就吃三顿饭 它不一样 人的这个生长速度 比植物快了三十倍 你这样一理解生活节奏 嘎一下就上来了 明白了吗 现在就是积水欧根呀 只要是短了这个点 你90%的花都养活了 下个臭宝说 鸭角木黑杆了 之前的叶片掉的不少 现在的叶子也开始黑了 怎么拯救 你看它这个跟那个有啥区别 它也是相同的病症 我连看都不用看 就说明是盆土出问题了 很多花肉老是理解不了 老是理解不了 你没事的时候 你就观察那个长得好的植物 它们的这个盆土是不是都很哇塞 是不是它们都不会天天浇水 都会让这个植物干涉循环呢 你看这个花肉也是积水欧根呀 有没有水打敲光啊 闷啊 下个臭宝说 老花一这个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 该怎么处理 这个就跟这个其他的花肉不一样了 这个就汗过头了 别的花肉那是水多 你这个就稍微有点水少 可以把这种黄色叶子撸掉了 适当的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多浇点水 你看这个花肉的花皮 它就很小 排水通行就很好 它老不浇水也不行 明白了吗 可以适当的浇点水 来一丢丢的肥料 就长得老哇塞了 这种东西 你要让福建人一样 给你上猪粪一样 老哇塞了 好吧 适当的多浇一点水 下个臭宝说 这个该怎么分猪呀 你如果说这个分猪的话 只能采取很暴力的方式 我的建议是在春天的时候分 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嘛 生长能力也强 这个是枝子花 也跟花儿没说过无数次 你买花的时候 尽量在盆里边 一个盆里边让它一颗 明白了吗 少生休生嘛 幸福一生嘛 你一盆里边好几个 你跟我大舅子一样 谈三十个女朋友 她忙得过来吗 一个道理啊 臭宝 下个臭宝说 这还能活吗 这个少浇点水 亲爱的 你像谈花呀 蟹软兰啊 长寿花呀 别天天让那个盆土里面 丝乎乎的 只要微微炒就够了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水大 能活先控水 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浇 下个臭宝说 勺药长得不瓦塞了 能挤给你养一养吗 这个勺药 你不要寄给我 你把表面的土发出来点 把这个托盘里边的水 给它倒掉 每次浇完水都倒掉 给足光照 很关键哦 然后呢 等到干的时候 再用一点杀菌药 看能不能复苏 把这不好的 全部给它剪掉 它还会长 应该是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有其他样的问题呢 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是老华一 养花自然 白了吃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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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